走进美国超市 消暑大西瓜 还是绿色蔬菜摆满满 现在当对民众可以松一口气 因为美国最新6月 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 终于出现降温现象 数据谈开来看 CPI年增3% 增幅降至两年多新低 核心CPI为4.8% 掉的也比市场预期的5%还要快 有着联准会传声筒支撑的 华尔街日报记者 Naked Melos就指出 7月有可能就是今年最后一次升息 一般认为7月份开会升息 大概80%到90% 应该是确定的 问题是接下来的9月或11月 会不会再升息 不过目前用利率期货去看 升息的比例已经往下降了 当初11月最高到40%以上 然后现在大概降到30% 虽然联整会呈现英中代歌 核心CPI能否回落到目标2% 也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在通膨退烧之际 过去一周的时间 全球股票基金延续买超力道 热钱相继流露 新台币对美元汇价重回30元价位 台股也重返万七大关 现在已经升息到了尽头 甚至金融市场在预估什么时候降息 所以对于股票市场相对是比较有利 但是企业有没有获利 对于股价还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美国通膨显著降温 激发市场跟着欢腾 但毕竟0%目标还是有一段距离 后市还是得要密切关注 东赛新闻张博祥副一文综合报导